介绍一下这个群关键字的提醒 就是说当群里有一些这个 我们想关注的词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出特殊的提醒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 然后添加群关键字提醒 然后我们再来写测试 然后比如关键字的话就写哈哈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铃声 选择这个 好 然后我们选择铃声之后 其实后边还会有一些设置 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就不说了 其实跟那个好者提醒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部分内容匹配 就是说当你的消息中包含这些内容的时候 就会发提醒给你 如果我们把它关闭掉的话 就是说仅仅就完全匹配这个内容的时候才这个提醒 比如说我们现在添加的哈哈 如果我们把这关了 那他只有这个消息的内容是哈哈的时候 他才会提醒 比如说哈哈他就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部分群名称匹配 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好多好多群 我们都需要去匹配这个关键词 但这些群又包含相同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相同部分贴在这里 然后点上这个部分群名称匹配 然后的话我们希望去提醒 就是说去监控我们这个微信里所有的群的时候 我们这里可以写 全部的群点 就是我们写上这我字就可以了 就是说全部的群点 就是所有的群我都要天空 有这个关键词提醒出现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 我们就写这个 然后我这里可以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部分群名称匹配的时候 就是全部群 然后说就是说 嗯这个设置技巧里也有也有讲就是怎么来来用 你可以看看先生的叫声 比如我们天降 然后我们在这个群里发一个 嗯 我把这个先暂停掉 哈哈 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在测试三群里出现这个哈哈的时候 他就可以提醒了 然后加完提醒之后 我们呃 呃 第一就是说有一些还是加这个提醒不成功 就是说发现哎 关键词提醒不成功 其实跟这个刚才的屏蔽是很像的 就是说这个排查法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群的名字 是不是真正的添加对了 就是说 这个群 如果说这个群名字上面带一些特殊字号 符号或者是表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群的备注 我们自己把这个简化掉 就是说写一个自己的一个备注的名字 然后解决这个备注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群必须保持在这个消息免打扰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如果你打开了消息免打扰 他是不可能去做到这个提醒的 所以这一点 这两点就是比较最最简单的一个排查 然后呃 更多的不生效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对应的教程 就是零声不生效的一个排查的方案 然后 这个呃 关键字提醒还可以配合这个群屏蔽一起使用 就比如说这个群里边有一些人 他发的消息 我是不想去收到的 就是说他即便他发出了带有关键字的这个消息 我也不想收到 那么我们怎么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起用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包含关键字也屏蔽 就是说如果即便他包含了这个关键字 我也不想去收到这个消息 那我们把它打开之后 我们再来去发消息 好 这消息我已经发了 但是我们看这边什么什么什么提醒都没有 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群屏蔽的这个通知都已经给他屏蔽掉了 所以我现在发任何东西 我们也可以验证一下 就是我们看哈哈是吧 我们 比如我们发哈哈哈哈 我们发四个哈 好 我们看消息已经在了 四个哈 但是这个 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事 比如我们把它暂停掉 我们再发送哈哈哈哈 三个哈 好 我们就看他他就恢复了 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可以做到 把一些人 就是我们觉得不需要关注的人把它屏蔽掉 然后多个的话就到话 就行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提醒一些关键字 但是也同时屏蔽一些关键字 就是说 比如说哈哈 我们是需要提醒的 但是 包含了这个 大笑 就是哈哈大笑 这四个字 如果说包含了大笑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不提醒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我们再添加了这一个 一个关键字之后 我们再添加一个 我们再添加一个 我们再添加测试 我们再大笑 大笑 好 然后这个铃声 我们去选择往后画 就这个无声 就是用于群关键字屏蔽 然后 这个我们打开 因为我们不是添加的 就是整体的一个 全名声 好 然后我们再发 我们发 哈哈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发哈哈大笑 好 我们看 其实说出现了这个 这个通知 但是他没有这个对应的铃声 就哈哈大笑 就是说 他不会给我们发出 特殊的铃声了 然后 如果说我们这样 我们再发哈哈 大笑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 这个好像关键字的屏蔽 没有生效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这个关键字屏蔽的生效的话 我们关键字的屏蔽 一定要在这个 呃 小李关键字提醒上面 就是他的一个匹配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来的 就包括这个呃 个人的这个这个提醒也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把它如果移到最上面的话 那我们再发哈哈 大笑 我们可以看 其实说他他出现的就是这个好友的这个提醒的一个一个铃声 我往下移 大笑 好我们看到他他他他不出现提醒了 因为我们命中了这个这个关键字就是说我们屏蔽的一定要放在前边 就是关键字屏蔽的一个地方放在关键字提醒前边 然后个人的话提醒就我看我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就如果说你想出现就是包含关键字和这个特殊提醒人的时候 你想出现哪个铃声就把它放在前面就可以了